先去高雄安委員的事件嗎 對 拿著筆記型電腦 從副駕駛座走下車 民眾黨新竹縣竹北黨部 前執行長林冠年 被獨家拍到 16號上午10點多 為了高雄安助理費爭議 帶著證據現身調查局 被擊斬 高委員這樣的切割 他們現在看不下去 所以委託我把資料交過來 那我也呼籲檢調 儘快調查 現在助理們壓力都很大 尤其也有聽到黑白 兩道都在找他們 所以他們也希望 趕快把檢調 這個資料交出去 那希望檢調趕快約談他們 然後讓他們 回復平靜的生活 林冠年爆料 吹哨者人數至少超過五位 還傳出消息 他們面臨黑道 懸賞巡人 壓力爆棚 之前就說 這些事情他不知道 然後這些簽名 他也不知道 是委員自己 是助理們 自己願意繳交的 這個攻擊金 那顯然跟事實不符 高委員也有在約談前任助理或現任助理 高委員是希望照高委員自己的說法 那這些助理們當然自己有自己的判斷 所以今天才會委託我來把這些資料交出去 林冠年會整包含已曝光的帳目 單據及最重要的證人名單 喊話檢調禁數約談 我知道他有找了十幾個助理 那現在大家也怕變成替罪羔羊 那我知道的是只有一個助理 幫他拍攝了影片 高委員 盡快辭去立委 不要躲在保護傘下 林冠年並沒有 從來沒有在我的辦公室 擔任過任何一次的助理 所以我想他有他的任何的一些想法或行動 那當然還是交由檢調來做一個警察清 還有他們相關的偵犯 去年民眾黨公布揭蔽者保護法草案 高環也在記者會上提到 要鼓勵揭蔽者勇於舉發 如今面臨吹哨者爆料窘境 檢舉人將證據交由檢調 司法釐清真相 三十年陳君傑 朱速君 台北報導